西九文娱艺术区资讯委员会核下博物馆小组 初步认为未必会兴建四个独立博物馆 会研究合并相关主题成为综合博物馆 胡言永讲下 政府建议在西九文娱艺术区兴建四个博物馆 分别以现代艺术、水墨、设计和电影为主题 大经资讯之后初步认为 这些主题互相有关联 会研究合并发展综合博物馆 设计、电影和文化 其实和香港人的生活 其实全部都是息息相关 这些是否要分割开 每一个都做独立的博物馆 或者是将几个有关联的范畴 合起来做一个更大规模的博物馆 就更加有意思 如果我两三样东西放在一起 我长远发展的弹性 哪样东西发展得快 我就给多些资源给他 他又说会考虑加入本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主题 估计博物馆开设初期并未能够自负盈亏 可能仍然需要依赖政府补贴和私人捐助 年阶段香港需要积极培训人才 而拥有超过一万件水墨和石雕增藏品的文化团体 他又说是西九合并发展博物馆 有利香港的博物馆达到世界级水平 艺术品的收藏电影资料馆这些 其实在香港大家都知道已经见了很久了 所以又再重复搞 不如搞一个综合的大型的水晶一流的 能够有真有国际级数和影响力的一个总博物馆 他又说发展综合博物馆有助精简人手 集中发展高质素的博物馆 亚洲电视记者胡彦榮报道